我們終於拿回來港湖這一席 謝謝大家 成功奪回台北第四選區港湖這一席 李彥秀擊敗對手宣布勝選 一向動戰 一踏進進總 激動落淚 支持者放鞭炮慶祝 連立法院長游錫坤也馬上送來賀喜紅旨 愧慶四年要重回國會了 但黎彥秀說祝福先送給他 選舉的過程當中 無論是家瑜或新代 無新代其實有很多好的政見跟政策 黎彥秀都會努力的實踐 選舉結果確實是讓人非常的難過 就是沒有辦法守住內湖南港這個關鍵的一席 那對我個人而言當然我會深自的反省檢討 這頭滿滿低氣壓 他開票過程被李彥秀穩定領先一萬多票 勾加於淚鴻 敗選主因就是激進黨無新代角逐 造成泛綠選票分裂 無新代也不是民進黨的 那他雖然是激進黨 但是他選戰的過程中 其實也一直就是打著台灣派 本土派的民意綠營分裂 所以讓他覺得說有這個機會 可以餘庸得利 我也不會說誰是戰犯 但是最大戰犯應該就是我自己吧 新代跟台灣激進會繼續在內湖南港 這邊持續生根 剛選完就冒出抓戰犯的聲音 港湖政治版圖又被翻轉 後續綠營的整合也成最大難題 華視新聞楊仁敦如一進參謀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